每天不断不断的休息 好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华语 咱昨天讲这个布施 布施 要布施的时候 其心平等 无忧悔虑 不忘国报 不求名称 不贪利养 说在你行布施的时候 就是舍的时候 心呢 一定要平等 平等的意思 对受识者 不论他老人 小人 男人 女人 你心里是平等的 舍了 不要后悔 舍的时候 不要吝啬 舍的当中啊 中间生了悔心 舍不得了 在你布施 或者供养的时候 不忘果报 我这个布施 我将来得大果报 不要这种思想 不要求名称 现在我们社会上好多道友 舍了之后 希望人家登报 希望人家给表扬 这就求名称了 这个不是真心布施的 不要贪利养的意思呢 你本来是在舍 它是什么利养啊 舍的时候 希望回扣 例如说 供养三宝 希望三宝加持我 使我呀 身心健康 家灾平难 做生意求发财 当官的求生大官 这都是贪了 贪利养 这个不是不是了 这不是清净舍了 这些个心啊 想法 都不要有 这是反面的 不应该想的 那在布施的时候 你应该想的 是些什么 单位救护一些众生 摄受一些众生 遥移一些众生 这也是四种 当我布施的时候 去激发众生的苹果 或者是撕给众生的污蔚 这两种呢 都是就对现状说 或者给他说法 法布施 让他明了 明了自己的心性 是为了舍舍他 舍舍他 让他得到 未来的 入法门的 归一三宝的 让他得到这个利益 来布施舍舍他 同时就是为了利益的纵征 要这样的来行诗 这种诗呢 就叫清净诗 心不平荡 有毁炼 忘国报 求明成 贪力 啊 那个这不是清净诗了 心有所为了 如果单为了救护众生 舍舍众生 摇曳众生 这样的行诗 这样的行诗呢 是学习一切祝福 过去未成佛之前 是入室修的 不是布施的 同时要意念 意念想 思想想 想什么 说一切祝福 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 都是入室修的 都是布施施了 救护众生 又者是耐落 祝福本所修行 一切祝福在他未成佛之前 他都是入室修行的 清净祝福本所修行 祝福行不思的时候 是清净的 没有能思 没有所思 没有所思之物 是在信空而生去 缘起大悲 这样行思的 真讲祝福本所修行 使这个佛法不断 佛的慈悲相续 过去也是这样修行 祝祝祝福的本所修行 祝祝佛所做的 咱们现在成为祝祠 一个寺庙的祝祠 祝祝佛的 祝祝祝福法的 那就是祝祠 祝祝不动摇的 持是不舍的 同时把祝佛怎么样修行 实量显现 显现 显现就有事实 所做的行为 显现祝福本所修行 还有 把祝佛不施的言说 让一些众生 这样去布施 布施的舍受众生的目的 就是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这是布施的含义 布施呢 就是为了救护众生 总的说 不损恼众生 奢寿呢 拿手受给他 咱们经常念 受此佛法 若 请祝福摸顶啊 祝福加持啊 那就就受 摇疑呢 是在那个时候 是指时间说的 他正在困难时候 正在烦恼时候 你给他说几句法 说困难没有衣食了 你撕个点物质 这摇疑要对时间说的 在困难时候 你又不舍 不困难你舍后 舍给他 不及时了 不及时了 所以我们说法 你要及时 正在他分财烦恼时候 给他说法 使他能够得泄土 一共有八 以下呀 在清凉国寺说 有八种 八种 就是布施的方法当中 有八种 八种呢 大概都是两种的含义吧 一个是清净的信 在咱们以前讲 敬恨品 前头讲的实信味 那叫敬信 第二种 公敬 敬信是要指你 学佛 得到的 清净的信心 来做清净的行为 布施是行为了 公敬 公敬就是讲布施 你对受施者 要有一个恭敬心 就像我们 大家供养三宝 那信心是供养 是清净心的 但对一切众生 都像供养三宝那样子 施舍给他 也功德很大 所以要令众生 离苦得乐 那也是菩萨 所发的菩提心 咱们经常讲的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的目的 就是令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这就是施舍最主要的目的 应他离苦得乐 在咒中呢 奢侈众生 奢依一些众生 奢侈是指用财物 奢依不是了 奢依给众生说法 那么说法的时候 是愿和行 这叫法式 以法布式 戴米斯的时候 要发愿 行这个菩萨道的行 行菩萨行 法大菩的行 行菩萨道 这是法 以法布式的 财物呢 财物是现行的 现行的 所以奢侈他 先令他身欢以心 奢侈他 渐渐的令他入佛当 这是布式 含义 这是诗的当中啊 昨天咱们讲过了 再重复一下 诗有三种 一个用法 说法的 这叫法布式 第二种呢 是给他的财物 进修他的贫困 这叫财式 三种是无畏 他正在恐惧 或者在危险 这样给他 是有无畏 无畏 咱们经常在 菩萨 菩萨恨 世道愿亡当中 乃至观音菩萨 普门品当中 都有无畏 众生对于生 和死 他有恐怖感 不是让众生 了生 脱死 这也是无畏 死 他受种种迫害 刀兵啊 水火啊 鸡锦啊 他在恐怖当中 你死给他 无畏 让他难见 不恐怖了 有这三种死 但是这三种死呢 都应当具足 无掩心 掩是掩物的 说你的不实的心啊 要清静 实与资财 生于生据 生活的知据 生于事物 法师的时候 不是给他 法 不是给他 法 让他能有心灵 不要这边 给他讲法 希望贪求 他的供养 这就错误了 你不供养 就不说法 我刚看那高丝传的时候 就是咱们 五代三那个 牛心菩萨 就是他令法 求法他不说 不说他要 剁了五百尸牛 而后再做人 又出家 就这大显童子了 他那个心呢 跟那牛心一样的 就是什么都不懂 他那个故事上 大家看的 高丝传里都有 后来他在五代三 朝拜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拿如意 把他那心给他勾出来 给他换了 换了他原来的心 把那牛心给他勾出来 这就是对法令色 对法令色 得报 这样报 但是呢 不论财使 特别是财使 或者法使 特别是财使 一个是随相布施 随相 或者给他财物 这是相 在私的时候 随相而离相 这就难了 咱们三在所讲的 华严经的 华严菩萨 他的所有一切的 都是离相 他讲大神起习论论不讲离相真如吗 是以真心 真心 就是相信我们自己那个真心 那个心跟佛无二无别的 那个就是离相 但是在你布施的时候 一定要回向 回向 有几种了 一种回事 相礼 你这不是诗诗啊 这是回向 让自他 都得到圆满 圆满到的佛位 是相礼 是离相 没有布施的相 也没有能诗者 受诗者 所诗之物 这都叫离相 这叫离相布施 谁相布施呢 对一些事物啊 那这说法的说法的相状啊 这是离相 这里头就含着 明理所思的时候的行为 就是动作 思完了还有个回向的动作 以下要讲 行思的实话 法院 让一些受生者 受诗者 能得到殊胜 佛子 菩萨摩克萨 修耻行识 令一些众生 欢喜奈乐 随方徒 有贫乏处 你愿立过往生于别 豪贵 大富 财宝无尽 假使于念念中 有无量无数众生 义菩萨 一菩萨所 白眼 人者 我等贫乏 没所致战 积累困苦 命将不全 无厌慈败 施我 身肉 把你身上肉给我吃 令我得食 以活其命 我吃着你的肉啊 我就能活了 而是菩萨 即便师子 就隔身肉给他吃 练起欢喜 心得满足 入世无量百千众生来祈求 不是一个两个了 百千众生都来向你讨许 要你吃你的肉 菩萨与彼成无退却 但更正慈悲之心 一次要众生 显来祈求 菩萨见之 倍生欢喜 做顺恋 我得善利 此等众生 是我的福田 是我的善友 不求不请 而来 叫我入佛法中 我尽当入世修学 不为些众生之心 这段经文 说菩萨在修行的时候 专者布施的时候 修布施行的时候 两岁众上都喜欢 让他都耐了 这是普通说的 随他有贫乏的地方 菩萨与愿离过 生到那个地方去 生到那个地方呢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生到豪贵 大富 财宝无尽 念念就都能 厮守无数众生 而且这些众生来了 不是求财宝的 要吃他身上的肉 这个能舍吗 他不要的财宝 要吃他的肉 那菩萨就舍给他 不但舍 还令他欢喜 有一个众生求了 还有无量的百千众生来求 菩萨不退却 不退却不生远要的心了 不生不舍的心了 所以他百千 无量的百千众生来求呢 他不退却 不退却不退却 更增长 持贝之心 他做什么惯想呢 生大欢喜了 背生欢喜 说我这回得大好处了 得散利益 这些众生啊 是我的福田 不是得福的了 是我的赞友 帮助我承担 能使我进入佛法 我当入世学 布我一些众生训 这叫广大行 还要发愿呢 发什么愿呢 凡吃我的肉 都让他们称佛 还要做这个念头 这是同类 人家来求的 像异类 咱们知道佛的故事吧 舍身似虎 格又无因 而一对异类众生施舍 对对虎 对于畜生 我在西藏 那时候 西藏的人 他身上生很多狮子 他就做入世侠 不是给这些众生 怎么汉人嘛 拿死的挤死了 或者咬了 拿开水烫了 西藏不 顶多他在身上 一摸摸一把狮子 要把它送出去 那送出去 这些舍身不舍 他每个人都做入世想 哦 生这也死 他养的时候 蹭一蹭就算了 这些不舍 这是四神 把一切的菩萨 显异类神 这让布施了 还要做思想 法院 我已经做的 我现在做的 当来我要做的 这些布施有功德了 增长我的善根了 增长我的善根了 令我有未来似 在一切世界中 一切众生中 让我有广大神 广大神 广大神又才多呀 那么又肝又瘦又小 能有好多肉啊 像我们这个身上 能喂几个 几个出生啊 不说喂人了 喂出生 这样的令广大神 以我身上的肉 以示之肉 冲入一些疾苦纵战 甚至乃自有一个小众生 为得饱足 他没吃饱 我也不舍生命 愿不舍命 把我所割的肉 尽量吃饱 未来受伤 是表菩萨的一个大愿 大悲 深广 以任何不舍的众生的善根 回向于什么 我想得个什么 我想愿得 阿尔多罗三秒三母体的 正大涅槃 要成就佛国 同时 愿这世众生 吃我肉的 以得阿尔多罗三秒三母体 怀平等自 也成佛 据入住佛的广作佛事 都让他们入于无余涅槃 就究竟成佛 要是有一个众生 或者吃我肉 或者得我舍的 他还不满足 我必须满足他 要有一个众生 心不满足的 我宗不证 阿尔多罗三秒三母体 这种大愿 我们想象都没想象过 只有佛教授我们 我们得来教授 这是菩萨行 菩萨行 行菩萨道理 才是实行位的菩萨 还没有入地呢 张讲着 前头讲 坐 登陆出座 实住完了就给实行 中间夹一个 犯行 犯行就是清静 清静 因为他达到清静了 就回归于自心了 空无障无奈 他正到这种境界了 长这个知足 伤到一点就痛得要死 还能隔身肉给他吃 隔了又隔 隔了又隔 没完没了 不是一个纵伤 无量无边纵伤 完了还让他满足 如果不满足 我不成佛 怎么能做得到呢 这叫清静的一乐 这叫离相不失 他没有我像人像众生像 受者像了 懂得这个道理就好了 这叫无性无相无作 才能做到这样的 这前头都说大概经文 后都还要详细讲的 这个讲这个布斯的修行 这个布斯很长 不是几段经文 菩萝尔路是利于众生 怎么能这样利得到呢 因为他无我想 无众生想 没有游想 没有命想 没有种种想法 也没有补托其乐想 补托其乐就说说去 说说去就一段一段一段 说说去想 也没有人想 不那颇想 不那颇想 作者想 守着想 这一段呢 文中一个一个解释 这样的来利益众生 假使要有挪想 有众生想 有命想 有种种想 能做得到吗 这在前生 入了诸位的之后 修放横品 在修放横品的时候 他的身 身业 口 口业 业 业业 六种 佛 发 身 界 十种 完全清净的 眼镜都清净的 这是 所无之法 咱们经常讲我 我是主宰业啊 能主宰吗 这个我是 助运 假成 色受 想 行 实 无运 都是假法 所称的 在无运当中 我 我的心所起 这样承接无我 这个我是无我的 无我的 所以无我想了 怎能达到无能想 修行正得的了 他经过很多的修炼了 嗯 嗯 嗯 我想呢 还没有众生想 五蕴和何所生恋 就是 助法所生恋 一切有情 就叫众生 嗯 一切 修入圣道的人 一切贤圣 咱们现在讲 华安经理 三贤呢 十圣 他们都入始了之了 他们对这个都 证得了 嗯 所以他没有众生想 嗯 嗯 嗯 有想 一有想 就有我 有人 就有事 嗯 那必须传宗皆大啊 有父子啊 一代一代相称啊 嗯 嗯 还有命想 命就是我们成就的命根子 有什么经常说生命啊 命还得跟寿结合 寿命寿命 寿不是命 命也不是寿 但是 寿是 你的寿要停过好多时间 才消失 那就是跟命结合了 说有人生下来 生下来就死了 无寿 或者短寿 寿 寿跟命 要合合 两个要合合 才能存活 光有命 没有寿 那就生下来就死了 寿有长短 这是跟你过去的果报 这叫命 这叫命 寿所取 是一切助法所成的 所以种种 种数 嗯 就是 你含着 五蕴 塞兽相生时 十八戒 塞生相未处 眼耳鼻舌山叶 再讲 八十 八十不说厚头 先说三个 是 三六一十八 这叫戒 戒都有各个的戒线的 就现在在这不详细讲的了 这叫 硕硕 就叫种种 种种 这补特切罗呢 就是摩梭的一切众生 他又叫反 硕硕取 硕硕取 就是取这个取向 一会儿多了人道 一会儿多了 畜生道理 硕硕取 他说取向 六道轮回呀 硕硕亡取 没有厌倦的时候 他不求处理 他也不知道处理 用者呢 说说取呢 说一声 喊一个人名字 呼一个人 多声呢 就喊多人了 这都叫 补特切罗 人 人呢 不是草木 不是土石 是有灵性的 有灵性的 就叫人 在人中 行佛法 行佛法 波尔经上讲 就在菩提道 词笔上讲嘛 他叫 下士 中士 上士 那说的 四大夫 就这样 一切四大夫 他们所用的 这就叫人 摩纳破 有时候加一个字 摩纳破切 咱们叫 如同 如同 这是 很小的时候 很有学问 咱们以前 看到戴老鼎那 五文说 中间呢 就是文说 如同 如同菩萨 就是如同的含义 第九种是作者 作者 就是能造 住业的人 有所做 有所住业 就像咱们手啊 跟竹啊 所做 能有所做 只是说的众生啊 这十种啊 有这十种的含义 众生 受者呢 就是第十种受者 就是 受未来的 受后世的 罪 福 国报 说你呀 布施的对象 就是这个 这一类的纵神 种种的纵神 因为这些菩萨 为什么能做得到 咱们在柱物品 石柱品 讲了 我特别刚才讲 放空品 放空品的法界观的空观 修成功了 观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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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生界 观无边的法 法是空的 无所有法 无相法 无体法 无处法 无依法 无作法 那这些个菩萨他聊了法空了 这只是随缘呢 哪里还有我 说刚才我讲 就是在咱们那个 方航品 这清静的 身口意义没有了 六种 乃瑞佛法生界也没有了 这咱们后头要讲的了 要讲的 特别讲界 讲的特别多 咱们受戒吗 讲的后会多 说观法界 观众生界 无边法界 法空 无所有法 无相法 无体法 无处法 无依法 无作法 菩萨了到法空 哪里还有我呢 不但人空 法也空 这叫法空意 修法空观 不愿怎么做得到那 不是啊 做不到 因为法空观有成 二成人 俄罗汉 他修成的 他说 我是空的 人是空的 法有 所以他法子还在 所以这个地方就直接说 观法空观 直接就观法界空 法界众生界 所观的是法体 这个法体 菩萨都证得了 都了知了 没证得才了知了 观修成了 跟佛没有差异 法空跟佛是没有差异的 要红朔无边 说咱们前头一举 都是一举法空观来观 都建立了空中当中 有横说就是虚空 有树说没有三界 没有死中 没有内外 一切皆空 单有名字 没有尸体 咱们所说的尸体 全是假的 以后生个名字 单有个名字 为啥 空的 可坏过 可消失过 没有自相 也没有共相 无字无共 懂得这个道理了 才能行这个不实 对外说 没有自相 没有共相 就没有一切的 散相 散灵具相 没有了 对内说 内说咱们前头讲了 无为的体性 咱们前头讲 都是体性 住法之体是什么 是无为 无为 无为还有什么作用呢 无为就无作用 住所 住所是空的 空的 所以建立起来的 都是假象 都是可坏性 可消失性 咱们从那山顶上 到这山底去 是过去宋朝是大华元寺 大华元寺没有了 空地一片 现在建立不是大华元寺了 朴寿寺 一股叉 现在没有了 叉没有了土地呢 现在还有土地 等到这个世界空了 到空节的时候 什么也都没有了 接着来观 众生界 法界 一切都是空的 没有体的 没有处的 也没有所依的 没有能依的 无有所做的 无有所做的 菩萨了知 究竟没有差别 往外边说 没有自相 没有共相 往内里说 无为的体现 也为住处 没有依处 无二法相依 也去了之后 没有了 空了 现在还有个名字 再过一项 名字也没有了 长得一万年 那个名字 这个世界哪些人 有名字吗 没有了 到一定时间 全部都消失了 没有造作 没有公认 无所有 无所有 就空 因此说 众生界 即是法界 这样来观 单观 法界 众生界 无边法 无际法 空法 无所有法 无相法 无体法 无处法 无依法 无作法 这叫做法空 就是观法空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业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回头是岸 蔡老板喀了一家餐厅 而且生意也越来越好 但就在她餐厅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 餐厅的主厨突然得了重病 唉 老公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样烦躁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前阵子 我们餐厅的主厨 阿栋住院了 没有了阿栋 客人明显少了许多 是啊 阿栋的厨艺做得的确很可口 他平时看上去那么健康 怎么会突然病倒了呢 唉 谁知道呢 希望他得的只是急症 会很快好起来的 是啊 我们餐厅真的不能没有他 对了老公 不如我们去医院探望他一下吧 没错 我们是应该去看看他 他在医院都住了快半个月了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工作 哎呀 老蔡 你们夫妻两人这是要去医院吗 怎么回事 难道你们俩 有谁身体不舒服吗 我们俩很好 只是我们餐厅有一位厨师 在这里住院 我们是来探望他的 是哦 老蔡 最近你餐厅的生意怎么样呢 我餐厅生意还算不错 只是这位厨师生病以后 哎 生意有点不如以前了 老蔡 我劝你以后不要继续开餐厅了 要知道 开餐厅就一定要杀生 这可是极大的罪业啊 我想你餐厅的那位厨师 就是因为杀生太多而遭到果报的 因为你餐厅生意越好 杀生就越多 罪业也就越深重 阿松 我知道你是吃素的 所以才用这种说辞来 劝我不要开餐厅 可是这世上有很多人吃婚 要是人人都不开餐厅 直接吃婚的人 怎么办呢 是啊 正因为这个世上有吃婚的人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杀生的事情 就是嘛 要是人人都吃素 那我餐厅也就不用开了 所以我开餐厅杀生 就算有恶报 那也是因为那些吃婚的人 果报应该降临到他们身上才对 你可不能这样想啊 杀生罪业深重 你也逃脱不了关系 只有不杀生爱护悟命 放生施舍才能得偿受报 好了阿松 过去你就劝我吃素放生 不过我可从来不相信什么果报 老蔡 你可不能不信果报啊 你看我们这里的医院 病人满满的 病床都不够用 这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罪孽太多 还不思悔改 这些人生了病 也不知原因 只会到医院求医生看病 等到身体一好 就又出去吃婚杀生 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 可是非常悲惨的 老公 我们赶快去病房里看阿栋吧 否则过了探视的时间 可就要等到明天了 好了阿松 今天不跟你聊了 我要去看看我的厨师了 唉 阿栋 阿栋 你感觉怎么样啊 你身体一直很好的 怎么会突然生病了呢 老板 自从我生病来到这里 病情就一直不见好转 连医生也搞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 啊 可是阿栋 你现在看起来精神很不错啊 没错 从前天开始 我的身体渐渐恢复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哦 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 前几天 我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兄 认识他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我得的是杀业病 是因为平时杀生太多 才变成这个样子 啊 阿栋 这种因果业报的话 你怎么也相信呢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我当然也不会相信这些 但是有了这些天的经历 关于因果报应 我不得不信 一开始在医生的治疗下 我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 但是自从遇到了那位师兄 在他的劝说下 我开始忏悔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拜托家人帮我放生 结果 我的病情很快便好转起来 这不过只是个巧合罢了 是啊 这可能是前一阵子的药效 发挥的作用也说不定啊 不是的 我刚住院的那几天 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噩梦 梦到曾经被自己宰杀 烹调的那些生灵 来找我索命 但是自从我开始忏悔放生后 就再也没做过那样的噩梦了 这么说 阿栋 你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了 是的 所以以后 我不会再做杀生的职业了 老板 你也及时收手吧 不要再开这样的餐馆了 否则你也逃脱不了果报的 啊 然而 蔡老板对于大家的劝说 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还是继续开着自己的餐厅 并且亲自下厨做菜 哎呀 老板 真没想到 你做的菜 一点都不比阿栋师傅差啊 哼 怎么说我过去也是学过烹饪的 而且在过去的烹饪大赛里 我还得过奖呢 哎对了 你赶快烧一锅开水 一会儿我要给那些鸡鸭剥皮 老板 我看你做菜之前 总喜欢用开水烫一下这些食材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管是猪皮 鸡皮 或者鱼皮 在烹饪之前 用开水烫一下 那就会很容易剥下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 老板 你处理食材的手法也好专业啊 难怪会得奖 如果不是阿栋生病辞职了 我还真没想过自己会再下厨房啊 老板 其实阿栋辞职并不是因为生病 他是怕遭到果报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前几天阿栋给我打过电话 他劝我离开这个地方 不要再做杀生的职业了 阿栋怎么能这样做啊 不过你好像并不相信他的话是吧 是啊 老板 我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 就是嘛 所谓的因果报应 那那都是骗人的 热水烧开了 来 帮我一起来处理一下这些鸡鸭吧 由于蔡老板亲自下厨做菜 他餐厅的生意又一天天好了起来 可是餐厅的生意越好 他杀害的生灵就越多 没过多久 果报便开始降临到了蔡老板身上 开水烧好了没有 我要赶快把这条鱼烫一下 已经烧好了 好 我这就过去把这条鱼扔进去 哎呀 哎呀 好痛啊 好痛啊 老板 老板 你怎么样了 好痛 好痛啊 哎呀 老板身上的烫伤好严重啊 我们要赶快叫救护车 对 对 得赶紧叫救护车 老公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哎 我也真是倒霉 好好的竟然会划一脚 而且还把装满开水的锅子 给打翻了 我这一伤 我们的餐厅可又没有主厨了 你不用担心我们餐厅 我再出去紧急招聘一位主厨 你就安心好好养伤吧 老婆 那就辛苦你了 没有主厨我们的餐厅 可就没办法再开下去的 老公 你就放心好了 我会努力将事情办妥的 然而 蔡老板的妻子依旧没有找到主厨 而蔡老板身上被烫伤的皮肤 竟然开始感染恶化 老公 对不起 我没有找到主厨 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餐厅怨气太重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来我们餐厅工作 啊 我们的餐厅怨气太重 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还不是因为短短几个月时间 我们餐厅的主厨阿栋 和你接二连三的出事 住进了医院吗 这些人 怎能空穴来风批评我们 阿栋是生病 而我是因为意外 这跟怨气有什么关系 好痛啊 老公 你在医院治疗了这么久 怎么伤口不但不见好转 还有些恶化的迹象 可不是吗 这家医院的医生太差劲了 这么点小伤都一直不好 明天我们就换一家医院吧 你就算换医院也没有用的 你这是得了因果病 哎呀 哈松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提什么因果夜报 你是知道的 我和你不同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事到如今 你怎么还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老蔡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身上的皮肉都破掉了 只要一动就疼痛难忍 难道这不是你用开水烫那些动物皮肉的果报 哦 难道真的是果报吗 老公 这几天我总是做梦 梦到一些生灵对我说 你老公剥了我们的皮 现在我们就要去剥他的皮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难道真的是果报降临到我的身上了 老蔡 你就听我的劝吧 否则更严重的果报就要降临到你身上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人不杀生 爱护悟命 放生失实 得偿受报 嗯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啦 我认识一位女士 五年前得了恶性皮肤癌 医生宣告无药可治 只剩下三个月受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位女士心想 既然要死了 不如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死 于是她去了山上 那里有一间庄严的佛堂 在那里 她接触了佛法 回来后 她每天买下鱼虾进行放生 谁知道半年过去了 原本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她 竟然非常健康地活着 身体状态更是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我就听你的 从今天起 我也开始学佛放生 嗯 老蔡 恭喜你的 就这样 蔡老板开始学佛放生 她身上的烫伤 很快便痊愈了 这让她更加相信因果报应 于是 便将自己的餐厅 改成了素食餐馆